给我喝口,我还没喝够呢 有没有点孝心,你老子还没喝呢 爹,我这不是先替您尝尝吗 真香啊,好酒,好烈的酒啊,这才是男人该喝的酒 程伯父,您觉得这酒放在外面卖,可有人买 这样的美酒必定会轰动长安 小只有一个提议,就是和程伯父一起做这美酒的生意 情愿占两成的份子,不知道程伯父意下如何 哦,你这美酒定会畅销长安 这发财的生意,你怎么会只想占两成的份子 确实是发财的生意,不过小只一无根基,二无产业 只有酿酒的法子,所谓匹父无罪怀必其罪 即便是做成了,恐怕也保不住 甚至有可能连小命都丢了 所以小只占两成份子足够了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倒是看得通透 王后对他这么维护 还有夫人听到的那一丝风声 看来不能坑他 两成不行,四成吧 我程伯出人手和材料,你负责指点制作 不,小只只占两成就可以了 别婆婆妈妈,你既然叫一声伯父 俺老程也不是小气的人 就这么说定了 这算是彻底抱住了大腿 从此和程伯榜在一起 而且还有了一条长久的生财之道 多谢程伯父 今日老夫要开宴 让那些老杀财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酒 明日此酒必然鸣动长安 对了贤侄,此酒名何? 要不,叫老白肝 不好 要不叫二锅头 这什么名,不好,不好 要不伯父取个名字 这酒入喉浓烈 酒香四溢 是男人才能喝的酒 不如叫猛男酒吧 不行不行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酒有什么特殊用处呢 不如就叫烧刀子吧 烧刀子这名道也贴切 罢了,就叫烧刀子吧 对了,小子你现在可有失心 尼玛,这阵势 如果我说没有 恐怕就要灌一碗 让我找灵感 我有失心 这就为伯父做一手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好,好一个不破楼兰终不还 对俺老成的脾气 伯父喜欢就好 喜欢得很 晚上宴会上 看他们谁还笑话俺老成 不会做事 常乐怎么样了 那些流言已然传开了 陛下不用担心 据我观察 常乐他虽然害羞不明说什么 但是臣妾能看得出来 他对皮小宝颇有好感 想必也愿意下嫁给皮小宝 哼 以皮小宝的失财 过不多久就会名扬长安 陛下爱才下旨赐婚道也不显突兀 想娶朕的宝贝公主 可没有那么容易 主要是那些流言 如果常乐嫁给了皮小宝 那肚多不肚多的也是小两口的私事了 你个老沙才弄到了什么好酒 你个老货可别糊弄老子 什么好酒咱们没喝过 市面上那些酒能叫酒 甜腻腻的寡淡无味 那都是女人喝的 呸 你们这些没见识的老货 呸 你这老货能有什么好酒 老沙才 今日若是拿不出好酒来 比和你打上三百回合 来来来 先打你个鼻心脸肿 不是看一眼吗 怎么要打起来了 看来枝杰是真的得了美酒了 今日不喝两坛 就不出城府的门 好 如果你能喝一坛 我就敬你是条汉子 好浓郁的酒香 是啊 我还从未见哪种酒 能散发出这么浓郁的酒香呢 只闻这酒香 就知道这绝对是好酒啊 来 干了 好你个长咬金 这酒好烈啊 过瘾 太过瘾了 这才叫酒 以前喝的酒跟猫尿一样 这是什么酒 怎么从未听闻过 此酒名为烧刀子 烧刀子倒是名副其实 入口浓烈可不就跟烧刀子一样 有酒怎能无诗 没酒当前 大家难道就不想作诗吗 莫非知节有好诗句 那是当然 有如此好酒 俺老成也是诗性勃发 当然要副诗一首 呸 回信老成你会作诗 俺老成怎么就不会作诗了 今日偏要做一首好诗给你们听 听好了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怎么这么安静 莫非这首诗太差了 我以为老成找哪个老先生做的打油诗来显摆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让人惊艳的一首诗 要说这是老成做的诗 我无论如何都不信 但是这样一首传世之作 谁又会这么随意的给了程瑶金呢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老成的这首诗不好吗 我怎么觉得挺带劲的 好诗不破楼兰终不还 好诗配好酒 平日里尽笑话俺老成做诗 看你们以后还怎么笑话 以后再也没人敢笑话你咯 这一首诗堪称传世之作 是啊 恭喜你老成 有这首诗 你就是名垂千古的大诗人 什么 老成能写得出传世之作 就他大字不识几个 还是名垂千古的大诗人 啥 传世之作 我只是想找皮小宝随便写手马马虎虎的诗 显摆一下 可没想到这小子随便写了首诗 都是传世之作 如果是一首普通诗作 我就厚着脸皮说是自己写的 但是这样的传世之作 且不说别人信不信 我良心上也过不去远 这个皮小宝 让他随便写首诗 怎么一出手就是传世之作 谁 是传世之作 是传世之作 是传世之作